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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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从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 像这个数学能力的这个圈圈 CU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般我们数学的命题的格子里面 会希望你用数学能力 而这个是九年一贯之后 所有的题目才开始有的格子 那这个在台湾里面 在台湾现在目前比较常用的是 NAEP 是美国的全国教育进展 评量测验 它的这一个在1996年 把数学能力分成这三类 那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 包含九年一贯 不管是你会考 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考试 它如果在评量里面 会让你用数学能力 就会给你这三个码 CU PK 跟PS 分别代表就是 概念 理解 concept understand CU 然后procedure procedure knowledge 就是PK 还有problem solving PS 那你们现在知道 原来这三个是在做什么 那你说 我只知道这三个名词 里面的内涵我还是不清楚 不用紧张 因为这是后面的课程会告诉你们 会告诉你们这三个的差别 那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 因为这个是我把九年一贯 国小 一到三阶段 我把它分出来 原则上都是数量型 你可以讲我们国小主要是在讲数量型 那我特别在这里停一下 就是你注意看数量型 这是数 长度 量我讲过了 就是带有单位 可以量的 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 中文很有意思 你们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字怎么发音 这字怎么发音 老师你应该问我说它是动词还是名词 对不对 如果动词念作 数 数 然后如果是名词念作数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这个 数数 就是这个数是数出来的 当它数出来之后 这个概念已经被抽象化 跟那个物体已经无关 今天有五支笔 一二三四五 你数出来五之后 那个五已经跟铅笔无关 今天你换了五台车也是一二三四五 也得到五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 但是今天有一个字叫 这个字怎么念 欸 你们刚刚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得到教训吗 欸 是要动词还是名词 如果是动词 量 然后这个叫做量 就是 如果它是量的话 它是可以量出来的 量一个量或数一个数 就是你是可以量的 所以它带有单位 例如说我可以把距离跟时间合成速度 我可以有浓度 我如果体积跟重量 我合成浓度 那会有一个复合单位 那即便是单一个单位 也可能有复合名词 举例来讲 两小时三十分钟 我又有小时又有分钟 但它代表的是同一个概念 这叫复名数 就是它是一个量 但是它代表两个单位名词的 复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 国小就是在讲这些 数量型 指的当然是指形状 你注意看 一到三年级 告诉你自然数长度 简单图形 即便到第二阶段三四年级 它讲的是什么 自然数的试着运算 这是数的概念 分数跟小数 数的概念 在量上以长度为基础 学习各种量的常用单位跟计算 这是量 还有 从集合上慢慢的发展于脚边 认识集合要素 这个就是行 这是行 到了第三阶段 它有一点点变化 就是数与量 除了叫数 它加了一个叫数量关系 数量关系已经 其实某种程度又更抽象 它已经不止在数跟量 这个在十二年 国教的时候会更清楚 会更清楚 但是原则上 你还是可以看到 它是数量型 即便是有新加入的一个新的单位 统计 它也是从统计型 图形出发 所以国小 简单的来讲 就是离不开数量型三个 但它有发展 例如说它从数量关系 多一个关系出来 统计图形 又多出一个统计的概念出来 统计的概念出来 那我们其实国小的部分都已经讲完了 然后最后 让你们来有一点 那个最后的 这个 你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听过一次 不要去背 只是我让你们至少知道 我们常常看九年一贯的能力指标 有一些码 这码到底是什么含义 考试不会考你这些码 但是因为你们在编写教材 你们在写评量 他会要求问你说 请问你符合哪个能力指标 如果你可以直接用代码写进去 那当然一来省事 或者是别人用代码写 你读得懂它是什么 这是我想是这堂课很重要的 不然教材教法学过 连那个代码代表什么含义都不知道 那九年一贯它分做什么 它分做能力指标 它是以阶段来讲 我们这里做简单的一个复习 另外它因为第一阶段指的是 刚刚讲的第一阶段是低年级 所以是一二年级 国小中年级是第二阶段 有三四年级 然后第三阶段是国小的高年级 然后在国中整个当一个阶段 所以有四个阶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四个阶段 那因为有些阶段它跨年级 像国中还三个年级 所以在做能力指标的时候 为了例如说让教材比较好编 或是课程设计比较好设计 所以它又有分年细目 所以在数学领域 九年一贯的时候 它除了能力指标之外 额外要加了一个分年细目 它能力指标主要就是用这四个字母 来代表第一码 Nsad N就是数语量 这是几何 我们讲的是那个shape 就是图形 然后这是algebra 代数 data 是统计 或是资料处理 你可以这样讲 所以第一码是用nsad 然后第二个码代表阶段 第三码代表流水号 然后九年一贯一个很特别的是 它有一个连结的主题 这第一码是用c 所以除了nsad之外 还会有一个c当代码 然后它后面接的就不是接阶段了 它接的是用这个rtsce 代表察觉转化解题沟通跟平息 三码是流水号 分年细目它已经代表年 所以它会先把年写在前面 所以第一码用阿拉伯数字1到9代表年级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你刚看到一刚开始是出现数字 你就知道它是分年细目 如果一刚代表的是大写的字母 你就知道是能力指标 是两类的 然后它这个代表年级完 第二码才是代表这个能力指 它有点像主题 它主题它用小写以之区分 那用nsad代表这四个 第三码永远是流水号 所以第三码你都可以不用去记它 来 大家试着回答这两题 我想你应该要能够判断 第一题 以下能力指标或分年细目代表什么意涵 这四个 首先你要先辨别它是能力指标 或是分年细目 所以它是哪个领域 然后它是负责 例如说它代表什么意涵的 你们都可以看讲义 这个不是考试 主要是让你们去搭一下 来 第一个 n-3-11代表什么 它是能力指标还是分年细目 能力指标 这里面代表分年细目的是哪一个 第二个 其他三个都是能力指标 对不对 这个代表 水量 三年级吗 不是 这是第三阶段 这后面 我说不理它 它是流水号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五年级 代数 流水号 请问一下 这个有可能搭配到它吗 搭配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分年细目 它一定会有一个对应的能力指标 因为我们知道能力指标是有点像根本 是最基础的东西 然后它因为要切年嘛 所以切很多的分年细目出来 所以每一个分年细目一定会对应到一个 至少对应到一个能力指标 这个有可能对应到它吗 你们摇头是因为 代数这是 数以量嘛 但是实际上是有可能的 你们真正要判断 其实是年级跟阶段 到底能不能搭得上 这比较要紧的 这个呢 代表什么 连结 转化 就连结的转化 这个你们从 你们的 901罐我印给你们的资料都可以 那这代表什么 统计 第二阶段 所以是 请问一下是哪个年级的 三四年级 这是第一个 你看到01 有可能知道是三年级 你脑筋动得很快 但有可能我三年级根本不交统计啊 所以他也还是有机会从四年级 来 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我觉得 如果 校检考出来 也算合理啦 例如说以下哪个能力指标 可能是分年系目的对照指标 就是这里有一个分年系目叫做 N3-N-18 我把你写出来喔 能认识角并比较大小 哪一个有可能是他对应的能力指标 请注意我这里写一个同3-S05 是什么意思 喔 对 很好 很好 就是说因为数学里面有些东西是跨领域的 例如说我在算三角形 那是S对不对 是图形 但是有时候我让你去求三角形的角 例如说告诉你哪些角 你用它的性质把一些未知的角求出来 你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加减乘除嘛 甚至于你可能要设未知数 用未知数去算嘛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因为这个数学里面常常会跨领域 所以会有一些能力指标 举例来讲3-N-18的这一个 它后面如果挂号同3-S05 可见这个分联系目它同时有两个指标 要注意这件事情 要注意这件事 当有这件事有哪些可能是他对照的 这是复选题喔 有没有可能是他 因为他是三年级 所以这个当然是有可能 我们讲是可能 因为除非让你 然后这个呢也有可能 但这个不可能 懂意思吗 为什么不可能 对 因为它是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五六年级 这明明是三年级 所以对不到 这样可以吗 所以考试像这种题目 你是 不是真的让你去背 不需要去背 而是你是不是对这些码能够理解 我们用这样子的 让你们大概重新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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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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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